現在我們開了4、5個月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增長 生線蛋卡、老婆餅 很多英國人喜歡吃 在英國做生意 只有自己還有 香港人的DNA 大家好,我是梁子玲 來了英國做廚師 和創業開小食檔 我身邊很多準備移民英國的朋友 都在想到部後搞些小生意 但又不知道從何入手 好,今天我訪問了一位 來了劍橋很久的香港老闆 請教一下在英國做生意的貼士 今天是我的 business lesson 和 Jimmy 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27年前我爸爸媽媽 帶了我和我姐姐來定居英國 雖然我11歲已經離開了香港 但我覺得自己還有香港人的DNA 很難以想 說到型難以想 因Andy竟然在去年 英國封城 百業蕭條 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開了一間亞洲超級市場 主打網咎 香港人最愛的菠蘿包 腸仔包 新鮮蛋撻 老婆餅 很多英國人喜歡吃 這邊就是醬汁 我發覺很多英國人 自己都會嘗試煮中餐 這些 伊朗 很多都是香港的雪果 不僅有香港食品 Andy還和亞洲不同國家的供應商合作 除了乾貨 還有英國本地的油水海鮮 自家製的點心 以及新鮮蔬菜 透過他們自己的網購平台 貨品隔天就可以送到全英國 但是簡正在疫情期間創意 會不會很冒險 當時是危還是危機 我可以說都算是一個機會 當時英國經濟已經下滑了 有脫勾 有疫情 第一個lockdown 其他生意 餐廳 酒店 教育全部都停了 當時就一會想 有什麼生意可以開拓 就開始了我們的網購了 有些單是去到蘇格蘭 駕車都要六七個小時 他們可以在24小時內送得到 目光會放大一點 就是Crew Technology 做到全英 起碼都有7000萬人 就算做到1% 這樣也很OK 以下Andy會分享 找鋪、以價、註冊、籌備 和和政府合作的tips 作為創業初歌的我 讓我認真找下這些tips 第一步是找鋪 Andy的超級市場 總面積大約6000呎 樓下是門市 樓上是貨倉 雖然位於劍橋火車站附近 但不算就腳 不過因為Andy主打網購 這個位置租金便宜 地方又大 還可以泊車 反而吸引到客人 每次買更多東西回家 籌備當中 我覺得都有很多細緻的東西 例如找鋪 一開始是空的 一個倉 很坦白說 我覺得我見的經紀 都沒有15、10本跟我說完 自己都要過濾 要Fact check 要做很多功課 第二 要和多幾家能源供應商以價 電、gas 真的好像海鮮價 只要距離 如果你拿到一個好多的虧 你就很容易在第二 就搭討到很好的 rate 如果好 你可以在第三個 再搭討到一個更好的 rate 因為這些數目是很大的 一年交的電費 可能賣5至2萬英鎊 如果你的 rate 拿得好 可以省很多錢 第三 註冊 超市始終有賣食品 在英國賣食品 必須有一個 food premises 每一年半 都會派人來 穿衛生 另外就是 food tender 處理食品 員工也要考試 要做齊這麼多準備 Andy 又花了多久時間呢 在劍橋我們租了一個貨倉 設置所有東西 有我們自己的網頁 由入貨、裝修、logistics 大概三個月來設置這盤新生意 現在我們開了四、五個月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增長 開張之後都不可以鬆懈 有什麼改動都要仔細配合當地政府的要求 劍橋是有很多listed buildings 有很多conservation areas 如果我們背面有任何的改動 我們都要給個color code 給整個designer drawing 迎合到劍橋大學 整個城市的影像 Andy 雖然現在是老闆 在劍橋有不少生意 但其實剛剛大學畢業的他 都做過打工仔 經歷過打工仔典型的心路歷程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倫敦做地產經紀 因為當時始終是打工 你有很多決定、做法都要服從上司 做了一年多後 就決定自己出來闖一闖 做些自己會覺得開心一點的事 所以就決定了創業了 Andy 亦覺得香港人有一種特質 對在英國做生意很有優勢 步伐會比英國快快 做生意經常有危機感 我覺得是好的 英國人太過放鬆 步伐很慢 缺乏了香港人這種危機感 說到危機感 在疫情之中轉戰妄救的他 更加寄予準備移民的香港人 面對封城之後的英國 要做好心理準備 二十多年我未見過這裡是沒有人的 這個疫情對我們這邊真的影響得很大 以前特別暑假 暑假你是插針都插不入 早幾個小時才可能預訂到幾個船位 去年前前後後關了半年 今年其實完全都未開過 最後Andy 還勸面想來英國創業的朋友 在英國做生意我覺得 香港人可以真的 由零開始去慢慢建立 日本生意 以用一個比較低的預算 你少一點的資金 可能時間會長一點才可以建立 但是現在在英國的經濟 疫情底下 我覺得投資金額小一點 穩陣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不要太過心急 一個到來我會比較建議 頭半年至一年就打工 不要這麼快創業 一來你就有份工 二來其實你是每一天在增值自己 你現在在做什麼時間? 大概半一半 Andy 喜歡結交朋友 在劍橋有很好的人物 我們有很好的關係 當然在主要路上 和酒店也很好 在本地加上公司的開設 非常好 我進入了英國文化圈子 這件事非常重要 亦都幫助到我之後做每一個生意 定位會比較準 我也知道有很多香港過來的朋友 過到來英國 又是群回自己的圈子 甚至有些人可能覺得 我可以做回我們過來香港人的市場 跟自殺沒有什麼分別 能者多勞 Andy 除了有這麼多份生意 還經常帶頭在劍橋搞很多大型香港活動 又每年支持香港留學生的綜藝表演 甚至帶過前劍橋市長回香港遊覽 令英國人更加認識香港文化 為何那麼多世界各地的人 飛那麼遠 特地來到劍橋 其實就是為了一個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的畫面 個人長大了都會很珍惜 紅州菜 其實就是在再前一點 那裡開始 也有很多香港人參加 巴車巡遊 都是因為疫情長少了 紅都白了 每一次去看 這班香港學生做的表演 都會帶到很多回憶 以前跟太太拍拖去看 到現在都會有小朋友 回饋這部分 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